週二 加州州長紐森到訪Redwood City一間心理健康中心時表示 將交換為類似的設施撥款 解決無家可歸者問題 紐森表示 受批撥款33億元將於7月開放申請 建造更多行為健康治療中心 資金來源於3月通過的1號提案 該提案將改變各院在住房和藥物治療項目上的資金分配 並發行約64億元的債券 以解決無家可歸者危機和藥物濫用問題 紐森指出 希望各院能盡快提出方案 州府會加速批准各院的資金申請 為患有精神病和藥物濫用的無家可歸者 盡快建造相應的住房 此外 紐森還介紹了新網站mentalhealth.ca.gov 該網站為公眾獲取心理健康問題的協助 提供一站式平台 天鶴衛士記者編輯報導